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经 血管比较丰富 如果是针刺的方向或针刺的深度把控不好 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出现一些血管损伤啊 神经损伤啊这些情况 但是这种概率呢也非常的低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知道我们在麻醉的时候做手术 麻醉的时候有一个麻醉方法叫神经阻止 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要把这个麻醉打在神经或者神经的周围 实际上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经上面的一个穿测 手术后麻醉消失以后病人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针灸的汁即使扎在神经上 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 只是说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次 大家明白这个其中的道理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有经验的针灸医师 他非常的明白这个汁下去 深度到哪里是血管 深度到哪里是神经 或者是我旁开 或者是上哪个方向穷斜 这样就完全没有 这样就完全成功